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Della你好,大家好 袁醫生,我想現在全球最熱門的話題 就是新冠狀病毒症的問題 很多人擔心傳染性 又去搶物資 但在報導上 好像早前有700多位印度籍的人士 就回到印度的時候 就是由武漢回到過去 就檢測過他們全部都沒有避受感染到這個問題 有傳說就是說 因為他們印度人的生活習慣 就吃很多的咖喱辣的東西 就懷疑裡面一些的物質 是不是會令到他們有抵抗你 我都很無獨有偶 然後我早前都出去在中環雲南街那裡 有一間醫生去印度餐廳 就是說你去吃晚飯的時候 就是你告訴我 就想著應該可以不用等位 結果要等了兩輪才能入座 都相當多人去光顧 你告訴我的時候 也都很奇怪 在那裡餐廳那裡的工作人員 其實他們每個都沒有戴過口罩 現在WAS好像在外面 其他很多的食店 他們都有戴口罩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不戴那個口罩 是不是真的在印度那些食品裡面 尤其是在咖喱裡面 有一個物質可以令到他們 有這種抵抗能力這樣呢 相信大家近日都接收到 未必是主流傳媒 但是我們私人的網絡裡面 接收了很多很多有關的資訊 其中的資訊就是 在武漢重災區工作的印度人 有幾個插哈幾個 發現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人受感染 沒有一個人中招 當然他們總說 因為他們喜歡吃咖喱 咖喱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拆解一下 到底咖喱是否真的這麼厲害呢 這麼有效呢 好了 我知道咖喱是一種印度的食材 其實背後是一種植物 叫做薑黃 叫做Tumeric Roots 薑黃 當然咖喱也有些叫做Cucuman Cucuman Loots 即是裡面的成份就是薑黃素 一般叫做印度藏紅花 當然是一個原產地 都是在印度和印尼為主的 其實已經過了五百年歷史 好了 這種植蝗是屬於一種根徑屬的草本植物 是多延生的 跟我們的薑是同一個親屬來的 那這種的薑黃植物 就可能在一些熱帶地方 在東南亞的地方 就可以長到五六呎那麼高的 就好像一種喇叭型的 有些暗黃色的花 那它根部和那個球徑 就會出現一種肥肥的根 那這個就是那個薑黃素 就是那個食物的來源 那在營養方面來說 發現這個薑黃是含有很多 很多的化學的元素 那其中當然是包含那個Cucuman C-U-R-C-U-M-I-N 那這個是一個主要的成分 但其實它有很多其他的香氛油 那個分發油的 那其中的薑黃素 是主要在健康方面的主要的成分 那也都知道 對於我們相應來說 在我們身體是相對沒有什麼毒素 那只要講的是 沒有什麼毒素 就是吃到什麼都好 那些辣椒、香料 那你大量吃 那都可能都會吃到身體的 那最主要呢 那這些薑黃呢 那是一種抗炎的工具 那你知道呢 其實所有病呢 是背後什麼呢 是發炎 發炎 所以什麼病都是發炎的 那如果你說它本身是一個消炎的工具 有能夠消炎的工具 那當然呢 其實它處理的大部分病 都可以處理得到的 那它是一個天然的消毒藥 Antiseptic 殺菌 那也都呢 通常呢 可以用是那個 那個 那個清洗消毒的那些傷口 或者是燒傷的那些東西 那還有呢 它是一個 抗腫瘤的 還有一個抗氧化的 一個抗氧化劑來的 OK 那正說呢 其實呢 它原來都是超過五千人歷史的了 那早期呢 就來源呢 都是在印尼呢 和印度 那在 在印度的醫療 我叫做Ayurvedic medicine 裡面的醫療呢 它這個健康的那個好處呢 已經廣泛地應用的了 那當然呢 我們認識的薑黃呢 是一種食材 是一種香料 那 由印度呢 可以這麼說呢 慢慢傳入去中國 是去中東啊 那這樣 那大概在13世紀那時候呢 那印度那個 那個咖哩呢 薑黃粉呢 薑黃呢 才由那個中東呢 就傳去那個歐洲 那些市場的 那當然呢 現時的 我們所用的薑黃呢 通常那個 都是在印度 和印尼為主 那其他國家呢 包括中國啊 台灣啊 菲律賓啊 南米加海地呢 其實都有一些 不同的產量的 那麼 在傳統那方面呢 我們經常叫做 印度的紅花粉 藏紅花 藏紅花 Indian Saffron 那因為它是 它是一種的 因為它是一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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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深黃色的關係 除了在我們所謂的 那個食材裏面呢 調味品呢 那它也都有一種 治療的功效呢 還有它也都是用來 一種染布 染色的物質來的 OK 那大家越吃過都知道呢 它有一種好香味呢 還有一種新辣感 還有一種刺的口感 一種刺激性的口感來的 那是咖喱粉的主要來源 那個那個來源來的 那好了 那它的醫療方面呢 其實很廣泛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些當數呢 就是在臨床上 是已經是有證實的 就是不是就這樣 口口口口就算了 好了 那現在發現呢 在老人痴呆症 也就是Simon那方面呢 發現的薑黃粉呢 可能是可以預防呢 或者是減慢那個老人痴呆症的盡情 因為呢 它是可以呢 是將我們的老人痴呆症 腦裡面的 我們那個 那個澱粉 醬蛋白不化呢 那個斑化呢 可以把它清走的 那麼 我們發現呢 如果那些人的食物裡面 是吃得少的 就是那個薑黃或者咖喱 吃得少的人呢 那些老人家呢 通常呢 就比較多些 OK 就是經常吃咖喱的 經常吃的 就比較少些 應該正常來說 會患這個 就會比較少些 那就是很明顯呢 它是這個薑黃呢 可以呢 是阻擋這些 這些澱粉釀蛋白斑塊的成長 的出現的 OK 所以呢 這個可以說呢 是對老人痴呆 是有幫助 那大家可不妨 至少現在說 我們在聽我們節目的聽眾都知道 我們最近都在這方面 是講了很多集 是關於那個老人痴呆症 或者是腦退化的問題 那主要呢 它是一個抗氧化 OK 那抗氧化的意思是呢 它可以保護我們身體的細胞 所以說呢 是不要給那些所謂叫做 游離肌的迫患 那知道游離肌是我們 導致我們衰老的 一種的問題 是 那就可以減低我們衰老過程 那還有抗氧化 其實什麼病呢 其實都是背後抗氧化的 而他們的研究發現呢 這個薑黃的抗氧化的效果 跟那些藥物的 一些消炎藥那些 是差不多可以給得上的 是 但是它有副作用的 那分別當然了 是天然的食物來的 那跟著呢 是對付那些關節炎的問題 那都是因為呢 它是有抗氧化的功效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會治療關節炎 和雷鋒濕性的關節炎都會用的 就算是 那個我們叫做 退化性的關節炎 骨質性關節炎 和雷鋒濕 這兩大類都是有幫助的 是 那就是任何關節的問題 可以這樣說 那 因為我知道呢 在那個雷鋒濕關節炎裡面呢 那個游離肌呢 是主要呢 是一個懸空 是導致呢 是關節炎呢 和我們關節會腫痛的 那所以呢 如果有關節炎的那些病人呢 如果經常服用光黃呢 其實可以呢 是減輕的那種 那個僵緊的 還有那些 加強你那個 暴行的时间的能力 这个应该是囊床上的资料 再一方面是烧伤的 因为它本身是抗细菌和消毒的 有的植物 通常人们将它做成糊状 直接塗在烧伤的部位 亦可以帮助我们的伤口干净和消毒 亦都会帮助它的康复 可以这样说 它会帮助维修已经受到破坏的皮肤 还有第二方面是癌症 原来它是可以减低癌症的抗散 很多时候大家都了解 因为癌症一旦一旦扩散 通常人们就觉得玩完了 你的身体如果让癌症扩散 你的抵抗能力 已经无法控制到癌症的肿瘤了 发现这个僵黄可以令到癌细胞死亡 医学上叫做apoptosis 就是自动死亡 尤其是在白血病 Lukemia的白血病方面 还有对那些肝的细胞 还有低底层的细胞 就是很多的癌 肝细胞就是肝癌这方面的问题 Basal cell carcinoma 很多皮肤癌这方面 也是可以用在这方面的癌症 好了 还有原来可以对付胆固醇 会发现那个肝黄 可以减低血管的硬化 因为可以减低胆固醇 还有最重要是阻止脂肪的氧化问题 过去一直都有说 心血管的问题 因为很多不健康的胆固醇过高 虽然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其实现在问题不是这里的 所以应该是脂肪的氧化问题 Fat Oxidation 的问题 未必是因为胆固醇过高 这里我们知道 肝黄和维他命B6 肝黄里面的维他命B6 都可以帮助防止胆固醇 是氧化的 那就是胆固醇 其实现在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氧化的Fat Oxidation 这个就会造成很多发炎的物质 好了 接着就是肝 肝硬化 大家知道了 到最后肝破坏到某种程度 最后就会变成肝硬化 这个肝黄菌 肝黄是帮助减低 我们因为酒精中毒 是导致肝的破损的 好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我们回来 继续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语来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肝黄的疗效》 六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第二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肝黄的疗效》 员医生想知道 你都帮我提到临床上的姜黄 都有很大的用途 包括了一些 我们之前提及过的 老退化症 老人痴癌症 甚至乎是癌症 因为它这么高的消炎 和抗氧化的功效 我相信这个姜黄粉 不只是这么少疗效 麻烦你继续帮听众再解释一下 我最近有个朋友 在内地 他有朋友 即不是说他自己 在新疆那里 被所谓 大家都困在家 原来他们政府 还在门口封了封条 很厉害 很厉害 很严格 他说他的儿子有咳 怎算好呢 但你知道 封在家里 又寄不到疗势给别人 我只能够想想 有什么家庭用得的工具 所以我先教一教一句 我们节目以前说过 做洋葱汁 大家都不妨再讲一讲 因为把洋葱切碎 切到粒粒 在大碗里用蒸气 蒸隔水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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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 蒸淋了之后 将洋葱炸汁 是 即是它软软了 拿一块布炸汁 喝这些洋葱汁 当然最简单 可以煲水也可以 洋葱煲水也可以 另外一个工具 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 就是蒜头 吃蒜头 也就是 将蒜头 顶部切了 四分之一 三分之四分之一 切了之后 露了蒜头 一块一块一块 那你就倒些橄榄油 再倒些什么呢 倒些黑椒 黑芝麻 即是黑胡椒 黑胡椒 这样就倒下去 即是在烤炉里面 烤到它熟 看你的烤炉多大 我家里用的是小炉的 所以它一会半个小时 总之煮熟它就可以了 那一天就吃它几粒 三四粒 那这些也帮助了 割救的 好了 其实姜黄酚也有可这个作用 你只是将一茶匙的姜黄粉 融入一杯牛奶 来喝 这个也是在睡觉前来喝 牛奶帮助你睡得好些 也会帮助你处理了夜晚咳醒的问题 是 好了 简单是咳咳的 现在很受用的 另外一种病 我们英文叫做Cystic Fibrosis 是 这是一个肺的问题 是一个有遗传的导致问题 即是肺的气泡开始纤维化 当然这是一个致命的病 慢慢地的病 就是会一路一路一路影响到的 那我们知道了 那这种病呢 会令到那个肺呢 就会产生这些很厚的 很稠的黏痕 这个还有呢 它也都会破坏我们的胰壮的 那发现呢 这个肺黄呢 是可以呢 是 令到那些受损的那个蛋白呢 是在身体里面呢 是是是消除了它的 嗯 那就是令到它呢 就不会呢 是聚起身体呢 变成这些痰液 OK 那就是可以说呢 化痰 是 令到你的肺里面的化痰功能 这样 好了 那么 那肺黄呢 还有一种呢 是一种叫做一种 就是一般性的排毒的工具 那我们研究发现呢 那肺黄呢 是可以呢 是可以呢 帮助我们那个肝 和我们的结肠大肠呢 是排毒的 OK 那因为它可以减低我们身体的毒素 尤其是肝的方面 那当然了 这些肝的毒素呢 是导致很多病的原因来的 嗯 好了 那消化方面呢 大家可能都想到 有些人吃咖喱呢 他胃口会好些 是是是 帮助他消化 那就是因为它是一种消化的 它是一种 就是 是开胃的 有少少我们叫Digested Bitter 是一种开胃的 那也都很多些 那个腸胃的那些问题 包括呢 腸疾的问题 那个那个 那个胃肺痒 和便秘 那有些人呢 咦 围肺痒 围肺痒 围肺痒怎么可以吃咖喱粉 不需要辣的 那其实呢 原来呢 这个是一种消炎的 那不是一定呢 它有一些辣 就会会造成问题的 嗯 那其实我们发现呢 很多人呢 就是在 在中国 尤其是 应该是深圳也好 很多地方 很多人都在北方 来的 那他们很喜欢吃那些 那些辣的火锅 是 那发现他们呢 很有趣的 我发现他们 通常都很瘦 嗯 就是瘦瘦不是很肥的 那些的 他们很喜欢吃的 瘦瘦瘦的 那些男男女女都是 那我相信呢 那它是一种 帮助你消化呢 是排除那个 就是燃烧实体流的脂肪 可能 OK 好了 那还有呢 对于这些感染 那因为呢 它是可以 这个就是 说现在 所谓的那个 病毒 是吧 那发现呢 那个瘦瘦呢 可以保护你那个 健康 它会 会消灭 那些猫菌 病毒 嗯 和细菌 是 那这些可能 这些可能 会导致那个 食物中毒啊 或者是 导致你肚瘦 肚瘦 那这样 那所以这些呢 在这方面呢 那个姜黄呢 那个姜黄呢 是可以保护你那个 幽门螺旋困啦 肝炎啦 那个三门时困啦 那个抛肤呢 和那些 那个念珠困 那些感染的 那你可以看到呢 那这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这次 那个 冠状病毒的问题呢 为什么 食咖喱多的那些 印度人呢 似乎没有人中招 那也都 讲开又讲呢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就是 为什么印度呢 是从来没有听过 这些这样的 这些这样的 流行性的疫症感 从来没有 历史上不觉得有的 那有很多解释 那一个解释就是 其实印度人呢 就是他说 那个生活条件这么骯髒 是不是 大家去过都知道 是的 行坊里 是在那里 是喝那个 排那个 是的 还有呢 那些人畜 家居住 呢 那些当地都一样 那些动物 周街行 随随屋在那里 那麽那样的 那麽麽髒的环境 那麽那么灼饒的环境 為什麼他們反而未聽聞有這種感冒的疫情發生在印度呢 其中有些人解釋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那麼髒 其實他們說在一個很毒的環境裡面 他們已經習慣了很毒的毒素 八毒不侵 其實這種說法有沒有理由呢 另外在我們最近的資料看到 他們發現如果在家裡養狗、貓、統民的家庭 似乎這樣已經少了很多 也可以解釋到 其實你經常跟這些動物接觸 動物一定會有不同的病毒、不同的細菌 但是沒事的 你接觸得多就會產生足夠的抵抗力 所以這是一個解釋 為什麼印度呢? 常常都未聽過這些流感發生在印度 當然在我們的同學療法的立場 印度的同學療法是很普及的 印度有幾十萬的同學療法醫生 有二百多間的同學療法醫學院 政府資助的同學療法醫學院 有百多間還有幾百間醫院 你可以想像一下 大家都了解到同學療法對感冒、傷風、肺炎 效果是很驚人的 當這些人有感冒 可能是冠狀病毒的感冒 但是他去到印度去找醫生 醫生很多都是用同學療法的 在同學療法治療之後 一醫就好、一醫就好 你會不會再去問他發現這種病 你知道現在美國都發現也是 美國根本都沒有人知道 因為根本沒有發現 發現是三千多美金 所以沒有人去做的 根本很可能在美國已經流傳了很久 不是出現在中國的 只不過沒有人去驗 那就沒有人知道 現在你都看到 網上最新的資料 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叫美國疾病管理中心 就叫他們不要再去公佈數字 不要再去發現 因為第一 他都沒有發現的工具 他怎麼會知道 誰是真正的病 只是不要再說了 其實這種說法 當然有人說 美國人這麼不負責任 有什麼搞錯 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不是一種錯的做法 如果大家明白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感冒 如果你用的正確方法 或者你不會用一些很強硬的 那些無效的藥物去搞它 其實可能中招率是很低的 因為一般感冒都有部分人 就是0.1%到0.2%的人會死亡 當然很多都是因為有長期病患 頭尿病、高血壓 或者本身有癌症、心臟病 其實本身已經有一些 體質已經弱的人 會中招的 所以 疼化可能是一個原因 第三個原因是吃咖喱 所以看到 為什麼從來都沒有聽見這個問題 除了這個之外 是的 薑黃是對肝很有幫助 我曾經也說過 它是一種天然的肝排毒劑 可以幫助維修 因為化學藥破壞肝的破損 可能有些化學的問題 導致肝的細胞破損 也有一個是喝酒的酒精的破損 這是一個解釋為什麼 一種排毒將毒素帶走到身體 還有薑黃可以增加身體排毒的酵素 改善肝的功能 還有一樣就是皮膚 我剛才說的 除了燒傷 就是傷口的燒傷 有時候你什麼都沒有 在家裡找到一些咖喱粉 其實都可以作為這種膚傷口用 它不單是燒傷 是牛皮腺方面 還有其他發炎的皮膚問題 通常都是整個糊 塗在你需要的地方 你可能有出現瘡戒 可能有很多疹疹 很多濕疹 甚至乎是青春痘 或者是傷口這方面 其實都可以用薑黃粉去塗 好了 接著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牙痛 是 發而牙痛 我以前和大家在網上都介紹 可以用薑黃粉濕了的牙刷 然後倒一些薑黃粉 直接用一種牙膏去用 這個對牙痛很有幫助 但其實那個問題不單是牙痛 因為牙痛背後通常是什麼呢 是牙周病 是吧 這個就是導致人的牙掉了 要種牙的主要原因 也有個牙醫 我聽聞有牙醫這樣說 其實很多病都是我們牙醫搞出來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身體的牙周病 都是因為我們在補牙 或者種牙 或者處理牙乾的時候 是處理得不好的 導致牙根發炎 牙根發炎 變成牙周病 變成牙周病 是 最後牙就脫掉了 那薑黃呢 我早期呢 我都跟大家可以 就 刷在那個牙膏那裡 牙刷那裡 當牙膏那樣用 牙粉那樣用 那另外一種呢 直接就是喝它 是 我們在我們的病人裡面 我通常都叫他喝個早餐 有二六素粉 有那個 有阿麻子油 有椰子油 那我也都加上那個薑黃粉 那再加些黑胡椒 那樣 那樣 加些那個 那些 那些 那些當作一種青梅粉 那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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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打拼粉 那樣用一個早餐 這個早餐呢 可以說很全面的 那我現在很多時候呢 我都加上那個薑黃粉的 那樣用 因為牙周病呢 是導致所有病的根源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能夠減少牙周病呢 其實這個健康是很大很大 那還有一個好處呢 那還有一個好處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歡呢 就是那個用來減肥的 那樣用來減肥的 那樣用來減肥的 那 那 我剛才 我觀察到 那 在中國大陸呢 那些北方那些人呢 很喜歡吃那些麻辣果 那些 那些 真的好像是瘦一點的 那些身材呢 都是瘦瘦的 那這樣 那這個呢 可以幫助我們減肥的 但是有些人說 那印度不是的 印度很多 很多肥佬 肥婆 但是主要 他們吃很多甜的東西 沒錯 他們吃很多甜的東西 還有很多是澱粉質的 是吧 因為他們吃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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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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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些 那些 有很多方面的作用 综合来说 其实这个姜黄粉 就是在自然界里面 一个很权威 很有功效、疗效的 一个用品 除了有那些 消炎、抗菌 抗毛菌 抗病毒的功效 其实它和我们的 这个消化 甚至是消脂 都有很显著的功效 再加一点 还有一些资料 它说原来 因为它是一种抗氧化 一种很好的抗氧化 对于游离肌 它是可以 对付血小板 那方面的问题 其实可以 是帮助我们 是保护我们 没有那么容易中风和心脏病 嗯 某个程度上 有少少使我们的血 可以薄血的作用 那些血小板 不会出现问题 聚集在一起 在中医方面 原来肝龙菌 是用来治愈的情绪 低落的 也都保护眼睛出现白内障 现在很多很多 我们还有一种 我们叫做 Multiple Sclerosis 多发性 神经硬化 亦都用来治愈皮肤 早期就医完 原来祖然是用来治愈 smallpox 天花 一种病毒性的问题 所以现在看到 很多很多的 有时候 除了咖喱粉 很多人会用 姜黄粉 我们健康店都有的 很純的 高质素的 有机的姜黄粉 有时候有些人 直接买姜黄的植物 一种根部 有时候市场 买到新鲜的姜黄根径 买的时候 一定要结结实实 要光光滑滑 还有表面 希望没有毛在 通常我们可以 将这些姜黄 放在冰箱里面 可以放到差不多三个礼拜 都可以 当然你不要批皮 通常新鲜的姜黄 是储藏的方法 一定要干 如果你的濕 起码要把那些 抹干 包着一些纸 再加一个 膠袋 封走之后 才放在冰箱里面 就可以用得很多 香港说真的 不多见到新鲜的姜黄 比较少 真的不多 是的 但是有些 在街市上 可能是不同品种的姜 但不是姜黄 所以方便起见 其实我们健康店的 刚才说的 高质量的姜黄粉 有些是姜黄粉 所以方便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 姜黄粉来做服用 等等 其实我们都可以介绍一个 很有效的饮品 就是姜黄粉和姜的 一个茶的做法 很简单 我们可以用一些姜片 我们切了它之后 用两个茶匙的姜黄粉 再用四分一茶匙的红椒粉 一个柠檬汁 还有大约32瓶水 然后加一些天然的糖 比如我们有那些蜜糖 或者是那些的 龙斯兰 那些芽黄粉 那些 首先的做法 我们其实就是 将那些姜和水 先煲了 用大火煲了它 然后滚了之后 我们就减小火 去到小火的时候 我们就先加了姜黄粉 慢慢慢慢等它 那些姜黄粉和姜水 就融来了 然后摊回去大约10分钟 就拿走它之后 慢慢再加上 那个红椒粉 和柠檬汁 那如果看下 大家想喝的味道 要甜一点 那就可以加那些蜜糖 或者是龙斯兰 阿加菲 或者是 因为我们电汤店 也有很多的 甚至是罗汉果糖 那些甜味 也可以的 那就可以用来 做饮容 那在快来的夏天 那其实呢 甚至乎 可以将这个 这样的做法之后 再冰冷了它 来用一个冰的饮品 那这个饮品 又清凉了 就是它有点辣辣的 但如果你冰冷了它的时候 那其实可以是 那个口感 也是相当之美好的 那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预防 这个消炎的一个饮品 那大家不妨可以试一下 这个饮品 那其实本身来说 那个姜黄粉 如果刚才听完 原生这样说 那个内服外用都可以的 那应该我们家的厨房 经常都要处备一些 这样 好 今天我们分享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很感谢袁医生 和我们今天作出这个分享 那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电话号码就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原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